大家好,我是兰兰 今天施工队的又来拆另外一间自建房了 这个是,看 这房子里面都露天了 这是昨天拆的那间 这是对面那间 这是今天拆的,旁边那间 全是自建房 大家好,我是兰兰 我今天中午回来 然后下午两点多钟 他们施工的就来了 又拆了一间 我也挺意外的 我以为就把,挨着我这间 微房拆了 因为那房子都裂缝子了 就挺危险的 没想到他们又拆一间 然后下午我就在这看啊 看热闹呗啊 看他们拆 哎呦,那碎砖烂码呀 忙下掉土啊 然后那屋里边吧 因为那老两口去世了 这房子就没人住 他儿子别地有房 所以这房子要不住 人就糟了 一拆他们家 旁边那间 哗哗的也开始撂土 后来开个门进去 一看都露天了 那家也是 好几十年了都空着那房子 就是昨天拆那个房子 他们一直住着人 就是老少三代 哎呦,我就感觉在废墟上生活呀 怎么住的怪不得说一腾退 刺溜就全都跑了呢 我的天哪 尤其是哈 今年夏天我不在这住吗 我觉得我身上被钉的 蚊子咬的 就是我这么多年 我夹起来的包也没有我 今年在这被咬的那蚊子多 也加上我种菜嘛什么的 有花 他就招蚊子 他说今天要买一电蚊帆 我们邻居说那电蚊帆都管用 哦,天哪 他为什么闻得多呀 我觉得还是脏 可能就是猪花嘛 是吧 然后他们又给他们头打电话 反应 说礼拜一 他们头过来看 那间房还得拆 他都是自建房 一间挨一间碎砖辣拼进来的 你拆了那间 旁边那间也酥了 尤其是一不住人 那房子就更不能行了 就我们这正房 就去年他们走之前 不是下大雨吗 北京 哎呦 那上边就跨啦 就掉下来了 我让全都跑了 拿钱走的 要不就 哎呀 因为我也是 反正我来了以后 他们都看了 然后房子局也都给刷了刷 还好啊 我在里边 而且我们这房子一直有人住 所以你就怕没人住 那房子就毁了 你有人住 他就通风啊 你老通风啊 这好得多 有人说 来了 这位你好了 月儿那么大 都拆了宽着了 什么时候能给重新翻盖 那住着才美呢 这破房子 破地 破砖 脏歪的 真脏 我也体验一下废墟上的生活 十年何东 十年何西 谁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沦落成什么样了 我有时候觉得我挺惨的 虽然平房有平房的好处啊 但是相比较好 比楼房要脏土大 也可能嫁着今天拆房嘛 心情不太好 脏了巴基 土了巴基的 尤其看上那些拆房的那些人 他们也挣了多少钱一天 真辛苦 轮打锤啊什么的 就觉得底层的人生活的 后来他们临走的时候 有人冲院的嘛 跟那人聊了聊 湖北的 家里俩孩子 很少回家 那帮家寄钱呀 真的也挣不了什么钱 老百姓的生活真不容易啊 好了 就分享这么多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记得点赞关注哦 谢谢观看